这里所谓的良知呢 当然来源于文化的教育 人的良知从哪里来 是肯定是通过学习文化 刚才说了嘛 转化 通过俄语教育 人才会有良知 当然更新好的人 前世在这个文化方面 修养特别深厚的人 他这次可能 没有经过什么太多的教育化呢 与生俱来就很有修养 这样的人也是有 是不是 不能说 我没有修过什么教育化 我怎么也 有些人很有良知 这个是他前世的善根 有一个视频就是讲 这个叫丁龙的 丁龙是讲一个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中国人 被骗到美国去做华工 在美国的一个华人的打工的人 很多人都死在美国 修铁路 但是呢 这个华工呢 他是做一个将军的家奴 就是奴仆 他的人生 他的故事非常感人 也很真实 是因为最近几年呢 美国的这个哥伦比亚大学 是在寻找这个人 后来找到了这个人 那篇文章上写的时候还没找到 后来找到这个人了 才后来中国呢 现在只有少数的人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也把它念出来了 他没有读过多少书 他知个文盲 但是呢 他非常的有修养 非常的有文化 所以说一个有文化的人 不在意认不认识字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高僧大德 你们都听说过 六祖惠能大使 听过没有 他的肉身 现在还在南华市 当时武则天赐给他的那个 纸巾袈裟 还共在那里 你们有机会 可以看得到 就在那个韶关 肉身还在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那些红卫兵 想把他的身体毁坏掉 有人就拿这个刀去砍 说那个是假的 他那个身体还是被损毁了 一部分 砍的时候 就是砍到那个肉 真的砍出来 然后呢 红卫兵就吓得不敢毁坏了 六祖就是一个文盲 从小没认识几个字 但是呢 他非常有文化 那些佛经啊 人家只要念 他听一遍 他就懂了 并且他还可以讲给那些出家人听 他从小就听别人念经 后来就出家 后来跑到五祖那里 二十多岁 五祖就给他传法 他就开悟了 开悟就回到广东 修了四多年以后 他后来三十九岁出山 度化很多人了 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传宗大德 有开唱性的人物 六祖惠能大师 他也是一个文盲 文盲不等于没文化 他只是没有那些知识 不认识字 但是他的意思 他听得懂啊 是吧 慧根深厚的人 他一听 他就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呢 大家呢 不要觉得自己 我没读几天书啊 好像觉得自己没有用 不是这样的 知识越多越反动 因为有知识的人 往往用知识来害人 来谋取自己的这个思虑 甚至毒害了别人 你看现在这个游戏 肯定是有知识的人搞出来的 但是现在毒害中国的无数的青少年 现在无数的青少年都在玩游戏 沉迷在游戏里面 不好好读书 不好好学习 没有文化 现在中国呢 还是这样 但我们现在呢 做这件事情 你们都感受到 我们是在给你们传播一些中国的文化 但是还只是粗浅的 只是告诉你们应该学 因为中国文化博大今生呢 你不是以我们这一两三天能学得完呢 是不是 学了还要修啊 刚学的还只是知识 把知识变成了文化 这要一个过程 是吧 你们刚才学到的 这也算是一种 转变的观念了 你刚才学完以后 我们知道了 知识不等于是文化 以后我们要 做一个有文化的人 不要做一个有知识 没有文化的人 当然了 我们首先要有文化 然后有知识呢 代表呢 你在某一方面 有一定的技能 每个人要生活嘛 你不管哪一行 360行 行行都有无穷的知识 当然你就是一个种田的 其实种地 也需要丰富的知识 是吧 你才能把地种好了 什么时候下种啊 那个是吧 芒种啊 撑根了 一年到什么时候播种 什么时候施肥 什么时候拔草 什么时候收割 然后包括 碰到什么样的 自然灾害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的 去防治 种地 需要非常多的知识 但是呢 不等于你有文化 是吧 但是你搞科技 你搞这个游戏 也是一样的 它也需要很多的知识 才能够研发这种游戏出来 但是这骇人呢 那人就是沉迷啊 我们多学一点文化 回去你们就变成 一个有文化的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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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